晚上甜品吃什麼呢? 開了牛油果 因為單手拍不到東西 真的要想想辦法 不過呢,講解一下 就是牛油果 還有一些Granola 加一些Cream 加了巧克力一粒 再加一個甜品 有些奇妮,但非常好吃 加一些Anka的Ripping Cream 就是做蛋糕那種 我們Keto的人 生童的人就可以用這個 油耳代替奶 牛油果 剛才就預先切了 拍漏了 其實最好就是攪拌機 即是那些Blender 但不要 攪拌手就這樣 用筷子放進去 其實不用攪拌到很爛 爛就變成奶色 就給它喝了 你想保留到的口感 這樣 這樣 這樣放進去 變成一坨 總之一個壺 人手把一些熟透的 牛油果 放進去 這樣就好像醬 這樣 Grenola 就是一些合成物 即是類似Conflict 那樣的食法 就有 這些 Blueberry 加進去 我食用完了 沒有Blueberry 裡面有一些瓜子 種子 即是幾種種子 我吃了一些乾的 Black Seed 腥腥的 不過 椰絲 有些蛋白片 即是用蛋白來 背乾 變成脆片 有些口感 即是像Conflict 那樣吃 一般人覺得Conflict 就是早餐來的 但對我來說 這些Grenola 就是宵夜 各色其色 倒進去 很明顯 因為它不夠濕 不夠濕 即是不像糖 即是不像一個 粥的狀態 即是跟Conflict 不同 那因為那些 牛油果 都幾稠 吸光那些Creme 那 我就再加些Creme 加了之後 再加些水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 Chocolate Chips 剛才我已經想過 我這個 煮食的 頻道 的 名字叫做 9Cook24 即是9Cook24 但它來到這裏 做這個Grenola 就不能給我Cook 所以變成9Cook24 但不要太煩了 不如以後 這個Channel 就叫9Cook24 因為都是隨便 混合一些東西 這樣 那你咬下去 又軟又脆又Creme 甜甜的 因為本身 Grenola 裡面都有一些 代糖的味道 都算不錯 即是不太穿崩 明顯是稠 太稠 那我出去做杯水 加進去 其實這些Red Pink Cream 是比較稠的 即是你混合三分一水 都已經是濃過你一般喝的鮮奶 那我現在混合一個 Espresso 這麼大的尺寸的杯 的水 那下去呢 真是 變成虎狀 那小孩都不喜歡吃 但我又很喜歡吃小孩的東西 即是BB仔的虎狀 因為小時候 我兒身是BB的時候 他吃剩那些 嬰兒的baby food 那是嬰兒菜 那我通常幫他包味 都非常Enjoy 那我嘗嘗 嗯 加了牛肉果很好吃 最適用了那些 Bluwery 那不是太好吃 好,有空試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